毛小孩和寺主的新福音 南韩新创公司推出了宠物扫描APP 透过手机来扫描狗的鼻子还有猫的脸 就可以记录资料 当宠物走丢的时候可以更快比对找回主人 除了可以减少毛小孩使用侵入性晶片的比例 还可以减缓流浪动物的问题 拿起手机扫描马上就能判断他是谁 世界行动通讯大会在西班牙巴塞隆纳盛大举行 南韩新创公司展示一款宠物APP 用户只要扫描毛小孩的鼻子 就能登录宠物身份和主人资讯 宠物走失时能更快比对资料方便找到主人 便是准确率更高达99% 不知狗狗受惠猫咪也能用 因为毛鼻较小镜头不好捕捉 该用脸部扫描记录资料 也因为猫咪以爱干净文明会打理好自己的衣容 辨识上更容易 不同于台湾四主习惯为毛小孩植入晶片 难安对宠物晶片的接受度低 宠物走丢后不容易找到主人 透过这项发明 除了能减少使用侵入性晶片的疑虑 还能缓解流浪动物问题 张永腾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